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没有一个每个月 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会有一些消极的这样的看法 可能我的经历啊 我的各方面还不是很足 但是我想发挥一下我的口才 我想发挥一下 我与人交往的能力这方面 你要是如果真让我做办公室 做一天的话 我会几天我就会辞职我想 胜算要多少 七成 七成胜算 大概多少钱就可以签合同 七八千以上 七八千相当于公司的 总监级的水准 我都是没有概念的 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说 这个咱们中国现在一个 一个价码到底是什么样 做一个这样的职位 然后跟你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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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轩 今年25岁 本科学历 吉林人 有过意大利留学的经历 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 《非诚勿莫属》的这个节目 我叫徐轩 今年25岁 自由学习经历的我 可能是口齿伶俐 然后善于交往 我希望在这次的 这个平台 希望我能找到一份 我真正热爱的工作 比如说销售方面 比如说公关方面 当然了 最好还是能找到一份 也可以用我意大利语的这个 就算是一个小小的 特长的一个专业吧 请多指教 好的 这就是徐轩 25岁 上来之后先说的是意大利语 对不对 对 是什么意思 意大利语就是 意大利的语言 我觉得 在应聘的过程当中 玩这样的文字游戏 有可能会让 boss们觉得 你有点过于油滑 这不是一个游戏 这是一个小小的玩笑 是跟您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 徐轩在他的履历里面 他讲到在留学期间 和女房东 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就会被男房东赶走 你这样的描述 非常容易给我们歧义 是什么事情 我刚到罗马的时候 我的男房东 是一个埃及的朋友 女房东 意大利人 你也知道 意大利人的性格 非常的开朗 非常的热情 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 就会经常会聊一聊天 因为说实话 她的那个丈夫的 意大利语不是特别好 所以有的时候 我说多一点 对 稍等 稍等 她丈夫的意大利语 没有你的意大利语好 也就是说 你和她沟通的能力 比她丈夫 和她沟通的能力要好 理论上是这样 她丈夫就非常生气 就是跟她说说话而已 对 就是聊得很欢 对 对 孩子丈夫 想要和她聊得很欢 但是语言方面有障碍 可以 所以她就嫉妒一个 聊得很欢的 也是外国人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 好的 现在意大利语到什么程度 非常熟练 交流没问题 我敢说 我口语方面 我能达到最高级 我敢说 口语方面 可以达到最高级 好 文浩 我不得不说 在我们的 十二位博士团成员当中 你是一个从头到尾 就没有怎么出过国的人 对不对 没错 外语好吗 非常不好 恨外语好的人吗 非常恨 所以你认为像她这样的 有国外的游学经历 并且上来 先 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我和我们这个行业 都非常忌讳的 一个小习惯 你应该珍惜 每一秒 你外露出来的人格魅力 好 接下来我们请我们 公司团的十二位成员 来表达你们的态度 你们是支持她 还是否决 各位请选择 还不错的局面 两位放弃了 就这个 为什么 这个小伙子很聪明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他过于油滑 我有点担心 这个让我觉得 不是很踏实 好 公司团小姐 因为世事嘉然 是一个严肃的婚恋网站 我个人呢 就是特别的痛恨 就是员工跟会员之间 会产生某种 暧昧的这种关系 所以刚才 她的这个跟女房东 产生暧昧 以致让这个男房东 产生误会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所以徐轩 以后要仔细想一想 讲什么样的故事 可能给自己加分 讲什么样的故事 可能让自己的水准大跌 不管怎么样 徐轩可以在第二个环节 来证明 天生我有财 在才艺展示方面 我想给大家带一段 我当时在意大利学习的 叫寂静喜剧的一个小片段 我在这里是反串 所以我要先把衣服脱掉 我当时在意大利学习的 我当时在意大利学习的 太平衡了 我当时在意大利学习的 我老婆的事 我会跳舞 我做的 我 有些少年少年 在我们的国家 他在爱我 好 谢谢许先生 许先生有很多证书 能够证明自己游学经历的这些 反正什么都看不懂 据说有意大利文 然后大学考试的成绩也带来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考了60分 谢谢徐轩 又到了第二次 我们请十位波士团成员 来做出判断 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请选择 杭月为什么把红灯亮起来了 他的表演才华让我真的很失望 因为我觉得你是做一个表演的 能表演出这样 还没有我的水准高的表演的话 我不能继续看到你下你路的表演 方方 你刚才还在强调娱乐精神 他刚才很娱乐啊 因为娱乐并不代表恶搞 刚才他给我的感觉偏向于恶搞一点了 所以这是我刚才不能接受的地方 好 谢谢 谢谢方方 许怀哲的观点为什么支持他 我并不是支持他 我想看看如果要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无知到无畏 还能有多少步 不管怎么样 还有三位仍然在让你通过 你可以进入到我们整场应聘的第三个环节 别对我说谎 等一下在屏幕上我们会出现几种类型的题目 这种题目没有正确的答案 这个环节是要看他对一些突然问题的应变和应激能力 和他的诚信程度 凌霄来为徐轩选题 好 那我选择职场观念 好的 你会因为个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女友吗 我会 什么 我会 会 会 我会 这种说法是挺招人恨的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考验他的责任感 就是说 是不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 减分啊减分解释就掩饰 就是因为我去意大利 所以我选择了意大利 我没选择我女朋友 所以我们分手了 嗯 这样 我就问你 你觉得值得吗 值得 这样 徐海哲不着急 不着急 请控制一下 请我们波士团成员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来 杜奎针对他个人有没有什么新的问题 因为刚才已经有几位这个boss说了 说感觉你很油滑 但我想这可能是你表演的一部分 但为什么会给别人这种感觉 OK 之前我就是想 想说就是油滑的这个问题 包括我的这些首饰的问题 因为意大利可能大家接触的 就是接触的机会不是特别多 他们说话的时候 真的就是 一直的就是在这样 包括我演出的时候 或者我有的时候表现 我已经无形之中习惯了 我并不是说自己在绣什么东西 这都是 都是就是自然出来的东西 我的性格是这样 主持人 我先讲 中国人是不是把这种行为叫做忘本 那如果 我在中国生活了20年 OK 我去意大利生活了四年 OK 然后现在我所表现出来的一切 全部都是 五 二 二 意大利 怎么样 我 我只知道 我的父母从小告诉我 人不能忘本 不能忘本 这一点错都没有 但是呢 怎么说 我觉得我所做的 不是忘本 因为我的环境 就是一个艺术的环境 艺术 因为我的身体里面有很多 我学过日本的kaguki 我学过西班牙的佛兰曼歌 我全都学过 所以我身体里自然会有这些东西 艺术家 他就是一个国际的方面的 您知道吗 就比如说今天在这儿演 明天在这儿 今天在东京 明天在纽约 这就是我们的性格 我们就是这样 我打断你一下 陶老师也忍不住了 说所有这些老板们 他们通通不了解艺术是什么 不是 舞台艺术 对不起 我少说了 舞台艺术 我不敢说 那你的意思是 所有这些老板 对舞台艺术都没有了解 不是说对 林湘 你在哪里忍不住了 有很多的海归 一直回来 在很标榜自己的海外的 求学经历也好 包括你的教育背景 你的局场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现在是在中国 你是要在中国的 这个市场大环境下 你去工作的 所以我觉得你在这一点上 斟酌的还是不太够 林福晋 你喜不喜欢他 做朋友可以 但是做我的公司职员 可能还不太适合 哪里不适合 第一个 网站的工作 其实会很枯燥 就很多的职位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他太喜欢艺术 会给我一个 不恰当的延伸 是觉得 这个人他很难具备 很多公司 所要求的那样子 就比如说 他有坚毅的性格 吃苦耐挠 甚至能够长期 忍受加班等等 那这些东西 过度的渲染 其实恰巧会背离 我们对这个职位的 一个需求 谢谢各位 谢谢谢谢 现在仍然有三位 在支持你 那么请三位 在他这一轮的表现之后 来发表你们的看法 明确你们的立场和态度 所以现在只有杜奎 一个人仍然在坚持 有人坚持总是好的 于是我们可以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 谈钱 不伤感情 薪水的问题 职位的问题 是大家不能回避的 所以杜奎先来介绍一下 你的企业好不好 人仲人是作为一个培训机构 大家可能听说拓展训练 这是人仲人在中国 创立的新的学习方式 体验式培训 一切的核心 都是我们以学习者为中心 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人仲人 好吧 来 十几年前 将体验式培训带入中国 十几年后 成为该行业的领跑者 人仲人本着发展为己任 将一直引领着整个中国体验式 培训行业的前进与发展 人仲人愿用怀激情 将体验之火燃遍中国 杜奎先生 您愿意提供的职位是什么 培训师 培训师 我们说今天的生活或者学习过程 本身是一种戏剧 或者我们每天的职场生活 也是一个戏剧 所以我想有这样的背景的人 可能更好地能理解到这个真谛 谢谢陆奎 徐轩 你不打算谈钱 谈还有一会儿再谈 别一会儿抓钱 OK 我们还有很多的应聘者要来应聘 好 那么老师您觉得 您打算给我这一个初级 就是算是初级学员的 这样的一个薪水大概是多少 因为你完全在这个行业是没有经验的 初级培训师开始 可能三千块钱左右 他开始说要八千 但我告诉他 我说 现在行情不如这样 这个是三四千 但应该有调整 徐轩 你好像神游天外了一瞬间 没有没有我在听 你是接纳人众人给你提供的这个职位 还是不接受 给徐轩思考的时间 15秒即时开始 C 接受 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这些机会 我会努力的 好 再见 最让我不能接受的就是那个那个坐在右边的然后戴眼镜的那个帅哥 我真的很生气 作为一个25岁的年级的演员 我敢说我比很多意大利的演员都要强 他的表演才华让我真的很失望 我不能继续看到你下一步的表演 我正想问他既然是高美学 我想这美在哪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说 因为第一 他可能是他刚开始说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作为礼貌来讲 我不应该去播他 但后来我才知道可以播 但是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很生气 真的这个 谢谢大家